高雄 其实他说的很好 其实或许他也认为您是一个坏人 不是很好的 但是他不往那方面引你 他先把你捧起来 然后你就掉不下来了 你都不好意思表现出你 先把你拖上去 对 他说你有意识 本来觉得你是坏人 但是他说脑说你是艺术家 对 所以你都不好意思了 说到你这个工作 你还曾经跟很多员工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 就是你自己描述会让员工有一种归属感 离职之后还会跟他成为朋友 还经常会跟他说 哥我想你的 对 对吧 对 你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也是个特别实在的人 我就老实地说 其实我们店发的工资并不高 相对来说在这个城市来说 同行业来说是比较低的 但是所有员工从进我门口第一天 我会拿他当自己的弟弟去看待 除非工作上的一些问题 我必须给你纠正 也是为你好 但是除此之外 私底下可能你就是我的一个弟弟 比如说你一个月的工资 你还不能发的时候 你可以跟着我去吃 不过我看到你鞋子不好了 我也会给你买双鞋子之类的 我就拿你当自己弟弟 无论什么样的客人 他有多么大的那个能力 但是我有一个底线就是 你可以收我不能收我的员工 不能欺负我的服务生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挺有担当的 很短 其实他的话虽然管理上面可能 并不是用我们的方法论 但实际上他还是非常有一套的 例如说他非常用心去对待每一个新人 他能够叫那些人怎么样能够去融入进来 就是都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弟弟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我就为你点赞 特别棒 谢谢 好 咱们来说说美容院吧 目前美容院干的怎么样 我俩用了两年时间 然后现在有六七家分店 是都归你管 还是说其他性质的 加盟 那你自己实际拥有的门店有几家 有两家 说的情况挺好 不过美容行业 我觉得如果媳妇自己干就挺好 你想再出来再找一份工作 因为这个期间男士直播 所以说也不太方便 说说你媳妇吧 你们俩从恋爱到现在 多长时间了 十一年左右吧 他跟你年龄相仿 一样大 一样大 这十一年来一路走来 尤其是你这工作性质 没黑没白的 他也一直陪在你身边 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们订婚的时候吧 当年我们的时候 到了一万零一块钱 然后我媳妇就说 这是彩礼吗 就是彩礼 就说万里挑一不用 你给我一千零一块钱就可以 然后挑了两身衣服 两身衣服加起来 也就两百块钱 还是两身衣服 然后觉得挺不容易的 其实 当时他父母对于他这样做 同意吗 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他就觉得 你看你找的 找的这个孩子 工作也不好 不说长得也不高 还这么黑 还不好看 所以说你喜欢他哪一点呢 他是不同意的 行啊 我觉得他太太付出挺值得的 真的 感觉他很甜呢 那句话叫什么 守得云开 见月明 是吧 真是觉得你太太没看走眼 哎呀 今天他怎么没来非你莫属呢 没带他一起来 他特别忙 他比我忙多了 特别忙 每个店也来会跑 特别忙 哎 但懂了啊 就是说 其实 你看啊 就是我们能感受到你的这个 可靠 感受到你的这个真诚 可是 就是说看你的简历也很有意思 像你这个年纪 就高中毕业啊 那时候是因为叛逆 或者怎么样 没有读完吗 而且你在简历里面写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其实 我也很好奇 在那个年代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谢谢大家